会杀球你是高手 会霸王杀那你就是球场上的恶霸 一点道理都不讲那种 如果说传统的杀球是大摆拳 那么霸王杀就是寸拳 虽然绝对速度没那么快 但是霸王杀舍弃了传统的边甩和内拳发力 所以霸王杀的动作特别小 从发力到击球最快只需0.1秒 而人类的正常反应速度一般在0.3秒 所以霸王杀的核心要点在于发力的速度 快于人的反应速度 防守霸王杀时 上一秒还在看对手的架拍 下一秒球就到地上了 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 还没有看清对手的动作 记住三个词 你的霸王杀也可以杀得对手反应不过来 第一个词锁定 下拍时我们的手肘手腕锁定不动 手指锁住拍子的拍面朝前 不发生任何的转动和甩动 就像机器人一样把动作牢牢固定住 第二个词直接 击球时就像拍桌子一样 直接向下拍 尽可能减少引拍的动作 让发力的速度最大化 第三个词挤压 发力时要直接向下收紧肌肉发力 发力的感觉就像是旁边有一个比你高的人 你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用力将它压下去 有人会说这些我都知道 但是做不到压 很简单 你只需要一根黑色弹力带 右膝盖跪在地上流出挤压发力的空间 叫好朋友把弹力带固定在比右手略高的位置上 把手臂以上的位置全部锁定 直接向下挤压发力 找到挤压发力的感觉之后 慢慢加快发力速度 直到练出肌肉记忆 再把拍子拿起来 球一来 霸王杀 自然而然就用出来了 点击左下角小黄车 就可以购买到四瓶同款弹力带 请订阅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